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有50年治疗经验的 中医治疗经验的 关于治疗帕金森 大家都知道 帕金森是个世界上 这个难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为什么呢 没解决呢 因为它不单是个 脑子里面的问题 现在呢一般的 社会治疗呢都是用 左旋多巴胺 大概要吃了两年到三年 之后呢 这个当初的 效果呢就 渐渐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单是个 脑子里面的问题 我们用中医的 经验来分析一下 它除了脑子里的中脑 出了问题呢 它存在身体上 结果呢还有一个 我们中医封信叫 甘胜阴虚行 接下来有脾胜阳虚行 再接下来呢 甘脾胜虎行 再接下来呢 甘胜阴虚动风行 甘啊 这个甘嘴巴里的甘 还有身上里面 甘虞 虞就是虞解的虞 接下来的 阴虚动风行 甘胜阴虚 还有阴阳两世行 它这个身体里面啊 中医说阴和阳嘛 是吧 要调整好一个 一个那个平衡 取得平衡 接下来呢 还有阳虚血欲行 这个接下来 再加上虚实夹杂型 接下来 我们用中医的话 用西医的话来说呢 供给色调症 和非运动症状 包括尿失禁 认知功能障碍 和精神症状等等 是吧 这么多 这么多的 你的浑身的 这个 内脏方面的 问题呢 你单用一个药 吃脑 吃脑子的问题呢 大家都 不用我解释 也明白啊 是不是 它不是 单纯脑子里的问题 是吧 因为它的 身心具备 那两个问题都 英文呢 是mental physical 两方面都出了问题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巴金森综合症 综合性呢 叫你浑身的 五脏六腑 包括你的脑子 都是问题 所以你单调一个 肯定是收效甚微啦 所以我们用综合性的 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呢 包括中医针 就退拿 中药 是吧 跟它的全身性 这个全套的这个 就 全套 综合性 又有个体性的治疗呢 所以呢 可以 基本上可以 有些人可以 受到很好的效果 得到很大的缓解 甚至于 有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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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能的这个 这个 人也有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 说来话长 我们准备分 一集一集 大概五六十集 来说明这个问题 告诉大家 中医啊 是怎么 怎么去这个 这个分析 判断 这个 这个 巴青森的 问题 和如何去解决它 好了 我们坚持 先说的这一点 这个 YouTube的这个 short 我们用这个方法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